唐字被网络梗小鬼们赋予了全新含义 它代表的弱智傻缺 是一个带有较强攻击性的词 大家好,我是哈明君 看到这种玩弄弱者博取开心的现象 正感到悲哀又无力 唐字的来源是唐氏综合症 患者因为多了一条染色体 导致智力障碍,面容特殊 生长发育畸形 行为会表现得与常人有所不同 但它成为一个梗 大概是一两年前改改张顺飞的直播间 张顺飞在游戏或现实中的一些逆天操作 被弹幕称之为唐氏综合症表现 后来干脆剪成唐了 再之后,动漫翻剧国王排名爆火 剧情走向有点逆天 主角小王子的长相 也有点唐氏综合症样貌的感觉 于是弹幕中又出现了唐 配合B站的同款V字笑脸表情 唐这个词算彻底出了圈 翻展到现在,互联网已经一片大唐盛世 电力选手打出迷之操作,说他唐 又嘎又土的视频内容说他唐 在评论区看到逆天发言,也说他唐 说实话,病人本身是值得保护的弱势群体 拿唐来讽刺人太地狱了 而且情况变得越发畸形且荒唐 让人生理不适 渐渐的网上有了一个特殊群体 互联网唐人 他们并非代表所有的唐舌尔 而是只带有些天生缺陷智力低下 专门被人拿来抽象调侃的博主 比如下面这位小鸭哥 他年纪不大,口齿不轻 智商大概和三岁小孩差不多 舌头常年吐在外面 算是典型的唐舌尔症状 他的视频大多是智力正常的哥哥拍的 有段子也有生活日常 主要展示小鸭哥唐室的一面 有时哥哥还陪他一起唐 视频中的鸭哥经常被他哥哥欺负 用脚踹散耳光 故意激怒性格温和的唐宝 以此供观众玩乐 大批的抽象乐子人评论区肆意玩梗 调侃小鸭哥的长相行为智力等等 真正心疼他的言论少之又少 鸭哥的情况和之前聊过的小马云有些类似 可能鸭哥并不知道 手机摄像头对着自己有什么意义 但他似乎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 如果说先天疾病是命运的捉弄 那后天种种遭遇就是人为的迫害 与他情况类似的 还有秀真人小小 网传年龄35岁体重不到30斤 诸如正让他看起来和小孩子差不多 智商也是 因妖貌特殊被网友戏成耗子二姨 大抵是因为病症或生长环境 视频中的小小暴力乖张 偶尔对母亲拳脚相向 母亲又把这些拳记录下来 分享到网上 每天评论区对小小玩梗的人不在少数 有的人爱的小兄弟 说刷抖音刷到嫂子了 是我兄弟的女朋友 有人玩地狱梗 让他嫁到哪儿哪儿 整一些低俗笑话 我估摸着应该和小鸭哥的受众是同一批人 像他们这样的网红不要太多 被流浪筛选出来的 大多是给人强烈不适感的视频 他们已经想不明白 这种视频为什么要发到网上 是什么样的人爱看这些视频 又是谁给这些智力缺陷的人 怪一堂人的标签 一堆人围着病人 这是新时代的激情秀 只不过地点从马戏团搬到了互联网 激情秀被大多数国家禁止 因为基于残障人士的猎气秀场 有为正常社会道德和伦理 甚至还有可能催生犯罪和强迫行为 可如果提倡禁止网上 对唐人群体的抽象结构 说不定还有人劝我不要多管闲事 说这样起码能让他们有口饭吃 但是吧 你想过没有 如果一个残障人士 需要靠出卖人格 怨人削减 活得像大地上被人鞭吃的猴子 才能有口饭吃 这是一件多么可笑的事情 当然 我不是说要禁止残障人士做博主 各方都在努力为残障人士提供就业 做博主确实是很好的工作 但不应该是牺牲自己的人格 来维持这份工作 这就需要平台或者其他层面 能加以规范了 光耳人性的善与恶取主导 必然走向操弹的结局 至于那些言语粗弼 攻击嘲笑病人的病人 做个人吧 对生命的敬畏 对弱者的怜悯 是生而为人的底线 对生命的敬畏